去國外買ETF 因為那個選擇會比較多 而且比較朝氣會比較多 入行紙現在是反過來 入行紙即是壞 即是即死 即是現在入行紙即是高位 即是沒有了 任何國家多窮也好 都要預算錢買些軍火 反而生意比較穩定 加斯質物 上一文件 不想你的東西阻礙你 找時長迷你廠幫忙 時長迷你 8177 7778 乾杯 歡迎大家收看是誰教你威 這兩個搭檔都不會陌生 Desmond 薩斯大人 葉Sir 就是炒樓大人 炒樓專家 不是買樓投資者 不是炒嗎 他剛剛知道 記不記得在我們節目之前 幾個月前他買了好幾個 已經放了一層 賺了能否講得到 講得到70元左右 今晚請吃飯 今晚請吃飯 你不是慘的賺了70元 不是70元 大家知道70萬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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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Desmond 我們去年大概是 去年差不多11月左右 他說我買了幾百萬港元 留言被人罵爆 看我何時死 很多人看我何時死 我以為叫你展示股票單 不是嗎 我看我何時死 買這麼多股票 看我何時買股票 其他人跌到我趴街 實情好像還沒死 我還沒死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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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 你知不知道這些股民 你前一陣子 我們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打得很英俊 打得這麼多 夾了淡倉 但之前你知不知道 萬八都要穿的時候 那些人真的很悲 你有沒有走到 阿業也走了一件 不過是物業 你有沒有走 沒有走 但我港股又不是買十分之多 因為那些中概股 我一概都沒有 中概股 我主要是買一些 中特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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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很多 那些ETF 和一些收息 比較穩陣的那些 大概各半左右 即是你之前買那些幾百萬的東西 還沒走 對 很多都還沒走 人們會不會說 你彈到二萬三 二萬二千多 你應該走 是不是 你萬八再慢一回 其實很多人 我們說 不應該再看 事外就發難 每個人都 不要再看痕子 大家要戒看痕子 因為我們買很多股 例如有些朋友 買一隻中移動 跑人痕子很多 例如我買一隻港芯鐵路 已經雙倍了 你什麼時候買港芯鐵路 我不知道 港芯鐵路是去年年尾買的 因為復蘇的 每個人都坐火車 這是最容易猜 我們又不會期望 它有什麼倍數增長 總之每個人都坐火車 恢復疫情之前的盈利 我已經心滿意足 沒有走 也不用走 我賺雙倍 我沽了一半 我已經剩下一半免費 但其他股份 例如中國移動收息 繼續加 我又不會走 很多收息收得非常好 沒有必要去沽 最主要我們找低位 好像你買樓 找低位收租 一樣 低位買完之後 它繼續給息 我可言是不需要 可以去動 明白 我知道 剛才你說不用看港股 最近 恭喜你 有一個環球 ETF 簡星 ETF的一本書 你的意思是 基本上不需要選港股 買ETF 例如你想要收息 我覺得剛才威威說的中突股 是非常好的選擇 但如果我要增長 當然香港的中概股 或者新經濟股 並非我的杯茶 即電商股完全沒有選擇 你何時開始買國外的ETF 你說的是S&P 那些 NASDA QQ QQ 其實是一般 我會說QQQ 為何不太好 因為我在2018年打後 開始把資產轉移去買國外的ETF 因為始終他的科技含量 或者可以炒的題材 會有多些 如果我想穩定一點 也有很多穩定的方法 例如醫療、軍火等 這些都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葉問你有沒有大麻 有沒有大麻和黃色事業 黃色事業 你也對 一定對 哪個男人不對 大麻風險大 因為銀行借不到錢 第二 拜登政府打稅打得很重要 所以大麻 炒過 炒就OK 如果長渣就差一點 還有大麻的公司評級比較低 明白 不過說回ETF 通常我們選擇ETF 最基本的是選擇大的發行商 哪幾間 可以解釋嗎 如果大的有 例如 杜庫 State Street 有領航 Vanguard Vanguard Vanguard是否最大 State Street比Vanguard State Street比較老牌 老牌一些 例如香港的營賦基金 或者以前 以及SPY 1993年出是最老的 還有很多人喜歡炒 白的那些 XL字頭 例如炒能源股 XLE 這些都是State Street 最先出的 Vanguard Vanguard 通常那些基金 都是收費很便宜 管理費很便宜 包括包羅萬有 大中小 持股很多 流通量很多 這兩個就比較大 State Street 還有iShares 例如香港最流行的A50 都是iShares 通常都是i字頭 例如軍火ITA 或者醫療機械IHI iShares 都是比較多 明白 其實我都說過在不同的節目 或者這個節目 我可能都說過 其實我建議大家散戶 不要隨便亂買過股 即使你說 跟Desmond買941 之前941的高位跌下來 你便會疼 你分工都離開 所以反而買ETF 它整類別人的專業人 幫你選擇 可能會好很多 不過我想問 剛才說 是大的公司 但如果買外國那些 是很容易的 是不是很想買港股 如果大家有買過美股 就知道美股是一股一股賣 ETF也是一樣 都是一股一股賣 是的 但那些費用比較便宜 對 因為首先管理費是低於香港普遍的ETF 美股的ETF管理費 因為它追蹤指數 賣夠大 低於香港那些 是的 而且很容易買入場 都是一股一股賣 也是很容易入場 很多選擇 明白 如果今年買QQQ的跑贏 我反對人買QQQ 反對人買QQQ 因為很多人覺得QQQ 反對人買QQQ 因為有東西好過它 就沒有理由買 我知道有東西好過它 就沒有理由買 什麼好過它 其實QQQ從來沒有說過它是買科技股 它只是追蹤納斯特特首100隻市值最大的股份 沒有限定一定是科技股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QQQ的網站裏面 介紹一些持股 你會發現它有京東 你會發現有拼多多 那些朋友會覺得 怎會有些大陸東西在 那算是NASDA的東西 不是科技股 而且美國有很多科技股 它不是在納斯特特上市 例如HP、DELL、IBM等科技股 傳統那些老牌的 是紐約交易所上市 這個QQQ沒有掌握不到 它不是一個正宗掌握科技股 所以我們經常跟學生說 你應該買真真正正的 它標明是追蹤科技股 例如我通常都是買VGT VGT 這是Vanguard出的 對 例如我們稍後會看到 其實過去五年 很厲害 它每年差少少 QQQ可能跑贏1-2% 但五年差落已經超過兩成 VGT和QQ的回報 我會選擇正宗你想買的東西 QQQ未必是很正宗的人 想追蹤科技股 那未必是 這裏有多少個行業的科技股 基本上是科技股都會追蹤 OK 但你說在拼多多、京東沒有的 你的意思是沒有大陸的科網股 是的 大陸科網股要買其他東西 買回香港的 恆新科技指數 或者買美國的 真正追蹤中概股的ETF 例如NVIDIA這些全部都在裡面 最熱門的你都會看到 VGT 看見你的圖都會這樣升 你覺得貴不貴 其實這間美國還有很多科技的ETF 其實都是表現落後的 其實就不是一定要追蹤最大型的ETF 我覺得這個真的 可以留意 因為我覺得 說到NASA的ETF 大家都會提QQQ 通常都會提這個 但這個就是科技股的VGT 但如果我真的不太喜歡美股的話 港股是不是你都不好看 20000那些 死都不要買 20000死都不要買 因為有些經常都說 叫人買20000 有個網紅 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真的要買真正的港股 什麼叫真正的港股呢 例如20000 我在書上說 叫偽港股ETF 因為20000 實在太多大陸的東西 反而真真正正 哪些才是港股的籃籌呢 例如我舉個例 例如AIA 新同基地產 恆新銀行 中銀香港 匯豐也不算 匯豐是環球銀行 純香港 純香港 中銀香港明顯 大部份業務都在香港賺 恆新銀行 香港公樓有沒有恆新銀行 中銀也公樓 這些才是真正的香港的股份 在香港找不到真正追蹤港股的ETF 反而在美國才找到一隻EWH 真正正正追蹤港股 這世界很奇怪 但EWH和恆新指數20000應該跑贏 是嗎 正正正追蹤港股的EWH 過去五年 港股升那年EWH 是跑贏20000 跌那年EWH 又跌少於20000 如果我找到一隻 升市表現好些 跌市又跌少些 20000根本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 為何呢 為何升市時又跑贏 跌的時候 我知道香港股份便宜 跌得不多 但升市時也沒有20000多 很簡單 這個道理 恆新指數是K型運作 因為它永遠在那隻股份 炒到最流行的時候 才立入恆新指數 所以恆新指數怎麼會好呢 有些朋友說大陸也不錯 我很信任祖國 覺得祖國很好 我很相信 你去買A股的ETF 又會好過20000 買什麼 買A股 追蹤惠心300的ETF 又好過盈富基金 華夏 對 例如華夏300 這個我最喜歡買的 是 升的時候 大陸很厲害的時候 升得多於盈富 雖然跌的時候 會跌得多於盈富一點點 但升的時候跑得多 升得多於盈富一點點 所以 為何我說盈富基金 它根本是恆新指基金 根本沒有任何價值 大家可以認真點去研究一下 就知道盈富基金 應該是要淘汰它 如果它不改革的話 人們就說如果入了恆新指 而人們不是炒惠恆新指 他入恆新指當然是反轉 入恆新指就是衰 即是即死 即是你現在的任何人 即是你高位 就知道沒有了 即是叫盈富貴金 貴金 貴金是陰功的 盈富貴金 OK 我講了這個盈富 又講了可以買另外一隻 好過QQQ 美股又還有些什麼 你覺得我盡可取 有沒有一些比較 進攻 剛才你提到軍攻 我有一點興趣 首先要講一些故事 因為現在美國很多的盟友 每年都要國防支出越來越多 南韓和日本要怕大陸和北韓 台灣又要賣 然後有很多美國的盟友 都要買以色列 買軍火箱 美國的軍火箱大部份都上市 基本上你說得出的 防空飛彈 坦克車 航空母艦 大陸的反應不上 大陸的反應不上 大陸的沒有這些股 真的買軍火的沒有上市 這些生意 每年都見過訂單越來越多 國家多窮也好 都要預算錢買軍火 反而生意比較穩定 當然有些朋友覺得 殺人放火 當然大家在道德上考慮 他們制裁我們的風險 他們都要殺人放火才會賺錢 簡單來說 武力的武是指歌為武 即是軍火夠多 放在那裡震懾侵略敵人 都要放在那裡 哪隻 我自己買的ITA 這隻是iShares 是iShares出的ETF ITA 基本上美國五大軍火箱 連上波音 波音很多 客機做很多 但是那些戰機 直升機 軍用直升機 都生產很多 這些類型的 都是國防用的飛機 但問題是 我覺得現在環球很緊張 但為何ITA 剛才跟你談 它今年反而下跌了3% 因為去年有很多避險 去年很多錢避險 現在的錢轉炒去 芯片股 大家可以看長遠 它的表現是屬於三界之外 即是跟大市的相關性 是比較低的 因為那些軍火箱始終是每年的盈利 派遣都是比較穩定 因為它的生意是各個政府給的 我們私人 買一枝火箱是不會賣給你的 每一年都要買的 但政府買的 即是每年有個國防預算去買 所以它的生意是很穩定的 這個有得想 因為你知道美國想著 中國怎樣都可以 未來五年十年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打仗 起碼它買武器給所有周圍的人 它叫倒鏈 周圍賣武器 全部包圍中國 俄羅斯已經差不多玩完了 不用打了 俄羅斯也不用看 俄羅斯根本不夠力打 俄羅斯一定不夠力打 有趣 多謝Jasmine 謝謝 謝謝